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对你的母亲表达过感谢吗 让今天7月18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强大的爱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出古记第二章 第一至十五节 有乐位家族的一个男子 娶了乐位家族的一个女人为妻 这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见他俊美 就把他藏了三个月 以后不能再藏了 就拿了一个葡草筐子 涂上沥青和石漆 把孩子放在里面 将框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 想知道孩子究竟怎样 当时 法郎的一个公主下到尼罗河边洗澡 石女们在河边上徘徊 公主发现芦苇丛中那个筐子 就吩咐自己的石女将筐子取来 她打开一看 见有一个孩子正在哭涕 就动了可怜她的心说 这必是一个西伯来人的孩子 孩子的姐姐就对法郎的公主说 你愿意我去从西伯来妇女中 给你请一个奶吗 为你如养这个孩子吗 法郎的公主回答说 你去吧 少女便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郎的公主对她说 你将这孩子抱去 为我如养他 我必给你工钱 那妇人就接过去 如养这个孩子 孩子长大了 那妇人就把她带到公主那里 公主遂收她做自己的儿子 给她起名叫梅瑟 说 因为我从水里拉出了她 感谢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故事是旧约中 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 当埃及王一心想要杀死所有的西伯来男婴时 几位女人勇敢地联合起来 守护一个男婴的性命 违抗埃及王不公正指令 首先我们看到男婴的母亲 出于对亲生儿子的同情 她不畏性命危险 试图隐藏和保护儿子 直到她无法再藏了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位母亲为了保护孩子发挥的创意 再来是男婴的姐姐 尽管她年纪很小 但她很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 帮助弟弟 她细心留意放着男婴的筐子 当发现公主捡了自己的弟弟时 她机智地提出 要为鸡儿的婴儿找一个奶妈 姐姐在公主和婴儿的母亲之间 来回搭建桥梁 一点都不害怕麻烦 接下来还有法郎的女儿 尽管她知道父亲下令 该杀死西伯来所有的男婴 而她也认出眼前是一名西伯来男婴 她并没因为自己是法郎的女儿 决定她一定要怎么选择 相反的 她让男婴的哭涕 动了她怜悯之心 让她决定违背她父亲的残酷指令 选择保住这条小生命 换句话说 她愿意顺服自己的良心 而非父亲不义的指令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无名的使女 她们默默地保守着霉色的秘密 也保守了她的生命 这些女性向我们展示了女性 与生俱来保护生命的本能 无形中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 配合天主的救赎计划 今天 让我们也为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用自己的方式 配合天主的计划 孕育和守护生命的女性 喝彩 也诚心向她们表达我们的谢意 请品尝圣言 细读梅色小时候的经历 并默想天主怎么透过这些女性 救赎她 以及整个民族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像你身边 为你生命付出的女性 妈妈 太太 或阿嬷等 表达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感谢你创造了女性 让我们透过她们无私的爱 能体验你的大爱 这每日圣言祈祷的内容 取自于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女性的身上 认出天主的大爱和计划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